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他当作慢磨剂来做使用 那这个呢 我今天选的头是这个 先拿给大家看 是这样子细磨的头 细磨的头 那为什么说 为什么选这个头呢 是因为我今天想要做的是冰沙 我今天想要做冰沙 那这个冰沙呢 就是 如果说口感要好吃的话 基本上你就是口感要细腻嘛 才会好吃 那今天的材料是什么呢 今天的材料就是这个 前几天啊 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草莓 对 很多草莓 然后呢 大家看到它外面就是结霜了 都结霜了 那为什么会结霜呢 结霜就是因为我把这个草莓冰到冷冻库去 然后呢 我就想要 把它磨成是冰沙 还有饮料 所以呢 我就很期待的就搬出我这一台 搬出这一台之后呢 就做冰沙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要先把草莓放进去 是有很多很多的草莓 那我先不要放太多 我怕它啪啪 因为我刚拿出来然后准备已经过一点时间 它已经有一点退冰了 所以我怕它待会磨的时候就是水都出来 汁都出来 我待会又要勤 所以呢 我就很快的实验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我先拿一个碗放 那我现在在磨的时候 我又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本身啊 草莓太大块了 其实我今天在冰的时候 我有点 有点偷懒 那偷懒的点是什么 就是想说不要切 就直接冰蒸在冰库里面 它应该会磨得下 可是这样子的感觉 是它无法 因为它如果没有办法 草莓粒没有办法被撕下去的话 它就会不断的回来 所以这样子 代表告诉我一件事 我的草莓还是要切过再冰蒸 冰蒸之后模块才会更好用 就是终于把我的草莓摸车冰沙 那我现在就拿出一个漂漂亮亮的盘子 然后要把它摆盘 希望能够摆得好看 可是它还是不够沙 呃 就是从这里知道我们会知道 就是今天的实验可以第一个让我知道 原来纯草莓做成的冰沙是长这个颜色 所以如果我们以后我在外面看到很粉红色的草莓 就是没有这么粉 没有像现在这个颜色这么那个的草莓 我就知道它不是纯草莓做的 或者是说它很粉很粉 那但是没有这样子丰厚的果粒 那但是没有这样子丰厚的果粒 我也可以知道说它可能有加别的东西 所以很努力的想把它的边都抹平 好 然后 插一下 今天我也要做这个我觉得怎样摆盘 才会美丽呢 就特别切了一个这个 看得出是什么吗 看哪 它这是羊桃 哇 这样会漂亮吗 啊 这个好像要这样擦 天哪 一定一个洞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草莓冰 哈哈 太好笑了 嗯 好啦 那这是今天的分享咯 掰 咯 我现在也有了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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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